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今天继续讲《现观众恩论》 《现观众恩论》我发现有很多吸赖的知识分子 但是《现观众恩论》的内容也许可能 比昨天六周坛节还难懂 刚开始学习的人也许比较难以通达其中的意义 不过在你的耳边听到即生当中 对释迦牟尼佛的甚深般若法门 对弥勒菩萨的甚深无论结下了一种善愿 这也是有极大的功德 所以大家在听课的过程当中 也尽量以清净的行为来抵定 那么今天讲的是十地的 在厚德的时候有个叫做修制 修制是其实每个菩萨在不同地的时候 他在厚德除了入定以外的时候的一种功德 或者说他相续当中的一种智慧和方便 双云的功德叫修制 前面第一地菩萨的修制已经讲完了 前面第二个科判说明其他的地 说明其他地的修制也分为 共有八个从二地到最后九地之间 其中第一个讲二地的修制 二地叫发光地 发光地的修制也分为本体和分类 昨天我们讲的是一样的 二地修制的本体实际上就是能圆满 二地复得能断除障碍和现正智慧 这么一个殊胜的智慧叫做他的本体 所以他的发相也好 他的本体也好 那么二地的修制就是这样的 在我们分类的时候分了菩萨戒 菩萨戒一般来讲 像《入行论》当中也是很多菩萨戒的分类是 饶有有情戒和严禁恶心戒 还有舍戒三法戒 总共分在三个 其实这三个戒当中 所有的菩萨戒都可以包括的 因为到二地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戒波罗蜜多是圆满 所以在这里以菩萨戒的分法 来说明菩萨戒 这个刚才分了三种 其中第一个 讲《饶益有情戒》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因为我们讲利古地 其实总共有八种法 其中第一个 饶益有情戒 它总共大概有五个法 这样的时候在这里说 第一个法 讲到颂词里面有戒 这个词 戒是什么样呢 第二地菩萨后德修制的戒体是什么样呢 其实这个戒体的特等 不像别解脱戒和 还有其他的戒 他的戒体完全都是利益有情的 一种非常清净的 无有执着的这么一个戒体 这是颂词当中所谓的戒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 讲到菩萨戒的时候 一般我们自相续当中的 像小乘的一些所谓的比丘戒 萨弥戒 居士戒 那这些是不是真正的圆满戒体呢 不算圆满戒体 因为我们按照圣文成的观点来讲 自己从三戒轮回当中 获得解脱的 很少提及利益 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所以你没有利他心来 摄持的这种戒体的话 在大乘当中基本上不能成为 它是一个清净戒律 所以我前两天 关于放置艾滋病的时候也说了 按照大乘来讲 完全利他都是一种他的戒律 饶益有情戒的话 那一定要去饶益有情戒 如果你明明有能力 但是你没有去饶益其他的众生 你自己为了自我的戒通而自己闭关 自己好好地修行 自己好好地闻思 那这样应该说 这是一个小乘的戒律 大乘的戒律根本没有得到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大家都是 有些人是出家人 有些人是在家居士 但我们相续当中的戒律 应该是双重戒 一个是自我解脱的戒 这个是按照僧文称里面的 自己唯一清净 各方面的行为得意如法 这个是僧文者的戒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只要是能利益众生 而且利益众生方面 在菩萨戒当中也是专门讲了 如果众生的下意识有帮助 那么即生当中没有害处 我们也应该做 如果对众生的来世 今世都有帮助的话 那么一定要 必须要做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众生的即生稍微有一点利益 但是来世有害的话 那菩萨最好不做也可以 因为来世是漫长的 如果对今世 来世都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表面上看到 好像是帮助众生 但实际上这种行为是不能做的 所以我们也很简单 尤其是对自己有害的话 按照菩萨戒 比如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 我犯根本戒的话 不允许的 我如果不犯根本戒 但是我稍微可能 有些小乘的戒条有点违约 但是确确对众生完全有利的话 那我可以开许做 而且不会有过失 是这么一个分寸 大家在这方面应该清楚 这是这里讲的戒律 然后第二个 从对境方面分的 对境方面分的话 这里有报恩和安忍两个字 一个对境是恩田 自己的父母 老师 亲戚 这些自己凡是有恩得的 这些对境的话 那你一定要尽量地 有了地税之恶 用权之宝 一定要用别人原来给我好过的话 现在有些佛教徒说实在 好像无利无害的 这是相当不好的 佛教徒也是无利无害的话 那更不用 有些可能自己认为 自己的境界很高 但是你们看看 这里讲到二地菩萨的境界 二地菩萨有报恩之心的话 更何况说 我们凡夫人 这个报恩的话 你境界再高也是 可能不超越二地菩萨吧 所以我们一方面对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的恩人 这些都是一定要有一种报恩心 这种报恩心 你不一定是非常的 怎么说 但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没有这种报恩心的话 从世间上讲 也是确实有点很难做 那天我们学院有个法师 他在讲 他以前有一个大学生 他家里钱的钱很多 他自己也是没办法 只有辍学 没办法的 后来他给他家里的借款也换了一点 然后他自己读书 全部都是可能 前后花了两万多 整个大学都已经读完 在读的过程当中 经常给他打个电话 这样的 读完了以后 不知道这个人的去向 从来也是没有打过的 后来过了三年以后 才发现 哦 这个人原来在某个地方 已经找到工作了 但是这个人好像没有看过太阳 看起来他都是不理了 这种是在世间当中 现在我们有些教育 确实没有感恩心 没有报恩心 这样之后 大家都觉得是无所谓的 什么人帮助你的时候 你就没有对他的一种报恩心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在讲到第二极菩萨修制的时候 也需要有一种报恩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危害我自己的 那么这个时候修安忍 本来这个安忍第三地的时候圆满 但是在第二地菩萨的时候 实际上有些人故意加害你的时候 那你尽量地帮助他 不损害他 饶益他 这就是安忍 安忍 从对境上面这样分的 这是第二个 然后他这里 积析和大悲两个字 那么积析的话 我们到二地菩萨的 这个菩萨的行为是什么样呢 他对利益众生方面 非常的欢喜 好像做利益他众的事情的时候 他心里面不是假装的 就是非常的欢喜 我们个别道友的话 也是做一些事情 做发心的时候非常的欢喜 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热情 这也是实际上是 菩萨的一种行为 欢喜心 还有一个说 对利益众生方面 非常有兴趣 而且他的这个意乐都是 对怨着可怜的众生 让这个可怜的众生 造日离苦得乐 经常想到这些众生的痛苦的时候 眼泪一直不断地流下来了 其实这是相续当中 具有悲心 今天我们研讨的时候 有个别的人 他讲到现在的一些社会的状况 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产品 饮料 牛奶等等 很多加工厂 不负责任的操作 就见到这种状况 或者想到这样的时候 自己都是无法改变这种现实的时候 也心里很痛苦 觉得这些受害的众生特别可怜 其实这些也是 大悲心的一种标志 我们相续当中有了大悲心的时候 会看到 凡是任何一个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心里面不快乐 会这样的 第二地菩萨的话 有报恩心 有安忍 还有利益他众欢喜和大悲心 这是饶益众生的界里面 然后第二个 讲到严禁恶心戒 在颂词当中说 诚实 尽实文 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讲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什么是严禁恶心戒呢 严格禁止 造作恶业的这种戒 造作恶业 作为二地菩萨的话 他也需要什么呢 他也会恭敬上师 诚实上师 而且在上师面前听受佛法 我们现在有些人 说实在 好像听到几堂课 或者一部论典完成的时候 就不知道什么 永远都是不听课 好像在一个上师面前 没有听课的时候 也许对他起不起信心 或者时间久了起厌倦心 但是再也不听 这就是我们凡夫人 特别不好的一种现象 你们也看看 二地菩萨实际上他也是什么样呢 他真正戒律清净的话 需要长期的 一支清教师和一支规范师 还有一支所谓的 大乘菩萨的窍诀师 如果没有长期的 上师和善知师的指点 我们的一般凡夫人 很容易辨知 二地菩萨 按理来讲是不会有的 但是他的修制 也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功德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还会恭敬地成实上师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个戒调里面第二个 这样的二地菩萨 他是什么样呢 在一支上师面前 天天坐在那儿 跟上师天天断个茶 或者倒一点咖啡 然后供养一朵花 天天跟上师试经的按摩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是不是诚实上师呢 不是诚实上师 真正的诚实上师的话 那么应该以法供养 这个是供养当中也最大的 那么上师面前天天看着上师笑的话 是不是一直上师呢 没有 你看着笑 上师也许笑一下 也许哭一下 除此之外 他也没有什么 这个不一定对你有力 但最重要的 在上师面前 听受佛法 说实在 我们有些道友 十年前也在听法 二十年前也在听法 这种精神还是很好的 应该长期都是在上师面前听受 我自己觉得 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 法王如意宝面前已经听法 总共接近二十年了 这个是我人生当中最灿烂 最光辉的一面 自己一直觉得 我要回忆我的人生 大概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这里面最光荣 最精彩的是什么呢 我一直上师 自从一直的那一天起 然后最后实现圆寂的这一天 我中间几乎都是 除了除去传法以外 没有断过任何的传承 我个人而言 这一点我可以 给别人面前说的话 只是我自己认为 以后我写一个字状 我应该把这个好好地写一下 但是很短 一笔就过了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其实长期都是 在不管任何一个法师面前 如理如法地听法 听法之后 你对学处明白 戒律也是明白 我们讲菩萨戒的时候也是 在善知识面前一定要听 我们最近也是 这里受《萨明尼戒》以后 刚开始的时候 我看你们很多人 第一天听课的人都非常多 但是最好不要越来越断了 越来越少了 不要我们学仙观传言一样的 你看 今天的汇报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多人听 现在越少越少 然后前天 第十二节课的时候是最少的 昨天我说了以后 稍微上了一点 但是上的不多 肯定不会超过这里 慢慢过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放假大概十来天 然后再下次来听的时候 肯定是到这里了 就已经等于你了 所以我想在城市里面闻思 尤其是我在网络上 听课的这些人 我从过这座标 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希望 说是今天你们在这里 现场听课的城市里面的人 你们也是不例外 过一段时间肯定会消失的 只不过我们这里面的道友们 还算是 这两天还可以 因为我看不到我们经堂以外的 经堂以外的也完全肯定是这样的 不来经堂的人 我也觉得肯定会这样的 我们学院当中虽然是 有些道友在这里五六年都是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有直播 所以说里面到底听还是不听呢 都不知道 肯定是跟这个差不多 这个应该是 所以像这样不一定是真的很 如果真正听受佛法 一直善知识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生当中其他都不后悔 当时《贝若萨娜传记》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当时有一些奸臣一直挑拨离间 说把《贝若萨娜》当时在过世那里要开除到迦牟草荣 那个时候《贝若萨娜》专门有一个心满意足的一种道格 他说 我在印度一直二十五位班智道 每一个上师都已经欢喜 都是圆满欢喜的 他们都欢喜 都可以了 我身边的这些大臣 王妃 这些不高兴也是无所谓 我心满意足了 我该走就走吧 当时《贝若萨娜》的间隔里面也有这样的 真的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 让上师欢喜的话 其他的很多事情没有做到也不要紧的 因此在这里讲《二地菩萨》的时候就是说 在讲禁止恶心戒的话 一定要有上师的指导 听受佛法以后 我们才可以断除这些恶心 断除违品 否则你没有听课的话 我们有些戒律 刚开始讲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听 否则有些人一直先受戒 受戒过后就不学戒 再过两三年以后就开始学戒 这个时候一学戒 我早就知道 哇 我早就已经破完戒了 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完了 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一般受完戒之后 马上要学 否则很多人都不懂 说实在有些道理不懂的话 必须要学习 讲到这样的 《色迹三法戒》后面一句 第八 青蛇等 也就是说 最后一个法 意思就是说第二地的时候 刚才讲了 《八宗修制》里面的最后一个修制是 什么呢 精进荡 要精进地奉行 就是布施荡 他这里施荡 布施波罗蜜多 持戒波罗蜜多 然后安忍到智慧波罗蜜多 所有的这些善法应该做 因此我们这些一定要知道 得二地菩萨的时候 他们也会布施 持戒 安忍 精进 禅定 智慧都需要的 不像我们现在一样的 有些人好像是听一两个光顶 或者一直一两个上师之后 特别傲慢 什么都不愿意听课 尤其我认识的有一些人 他们一方面移植其他上师 我没有任何的嫉妒心 但是有些人移植其他上师之后 自己觉得 有了上师 不用听课 上师如果给你传法 可以 不用听课也可以 上师也没有给你传法 让你自己心里很得意的 然后不接受任何的知识 你所谓的佛教徒也是 变成了一种形象的佛教徒 很可惜的 我们的人生很难以得到的 得到人生之后 佛法也特别难以遇到的 遇到佛法之后 我们为什么现在有机缘的时候 不能学一点 学到的话 只有对自己有利 对任何一个上师 和对任何一个道友 你不需要分享 也并不是说 你学了以后 可能跟这个上师有收入很大 这个上师应该名声很大 作为一个真正的上师来讲 他自己的名声 收入 一些地位 钱财等等 这些早就已经砍破了 他肯定不会求这个 但是他最求的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人得到佛法的真理 这个应该是 每一个上师来讲 非常值得希求的 在这样的话 我们从二地菩萨的境界当中 也看出来 大家需要行持善法 需要饶益众生 需要禁止恶行 禁止恶行的时候 按照作者的科判来讲 最好还是一直生之士 不断地听课 不断地学习 现在科学比较发达 说实在的通过网络和电脑 也能很多人 在城市里面可以学 不过城市里面的人 大多数都是散乱一些 整天讲明星长得怎么样 他唱的什么歌啊 你看我昨天讲到 发害你不懂爱的时候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 大家都心开意见 这是说明什么呢 大家肯定在这方面 兴趣很大的 尤其是我现在讲考班的 很多都是年轻人 我昨天晚上一边躺着 一边都是想 哦 这些是不是身边的人 都是对这些好精通啊 一看到 是不是他们什么时候来学院的啊 我一直在分析 所以我们很多人 这就是大家的一种场合 对人性关心的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是 打篮球特别特别好 打排球特别特别好 然后这个人唱歌很好 这个演员就是什么样的 香港的演员 台湾的演员 中国的演员 明星 这些是人们特别关注的 除此之外 真正需要关注的事情 很多都没有 这一点是 包括我们一些藏族的知识分子 和藏族的年轻人 我提起一些前辈的藏地 高僧大德的一些智者 比如说 提起华智仁波切 门凤仁波切 吴光真正 宗喀巴大师的话 大家都没有什么感觉 一提起什么什么明星 我在这里不提不然的话 你们可能知道 我也知道很多了 这个时候他们都开始很惊讶 很惊讶 所以很多在价值观上面 需要重新观察 这是第二地菩萨的修制 每一地菩萨的修制 前面不是必行不可当之明修制 这个每一个地的后面 都要以三能体空不可得到 然后这就是真正的修制 用这个道理来了解 下面是第三地菩萨 第三地菩萨他的修制 也是本体和分类来分的 本体跟前面是一样的 分类的话 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安忍度 安忍度有谛刹法忍 还有安受苦忍 还有奈缘害忍 这三个安忍 那么其中第一个是谛刹法忍 谛刹法忍的话 我们平时谛刹法忍里面讲的是 遇到甚深的法的时候 自己不会产生恐惧性 这就是一种谛刹法忍的 那这里颂词当中讲到 多闻无焰灼 无然心法事 这个谛刹法忍主要讲两个方面的 对大乘甚深的空行法门 有广闻多学 而广闻多学 世间再怎么样长 再怎么样辛苦 都不会生起厌烦心 你们现在要知道第三地菩萨 现在讲的是第三地菩萨的功德 那么第三地菩萨的时候 他对观文多学不严重 我们想一想 不要说第三地菩萨 小资两道都没有得到的时候 好像我们观文多学已经严重了 听了一堂课 我听了《入行论》 我听了《菩提道次第论》 全部听完了 现在听课没有 没有 虽然我已经听好了 很可怜的 凡夫众生说实在的 我每次看到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学的这些论典 如果对在一起 都是像善一样的 像我们这一类 不算什么高僧大德 但我们自己以前在其他上师面前 和自己听过的这些法本对起来 还算不算很少的 但现在很多人 连听十部论典 听二十部论典的话 觉得已经满足了 听了一堂课就可以了 两堂课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自己不要觉得 已经足够了 在闻法方面 应该不要严重的 一直是要不断的 一直有生之念当中 学到了 活到了 学到了 应该是要 这个闻法方面要这样的 即使你临时的时候 不能听课 不能讲课的话 还要对佛法当中 你看 像德巴堪布 他现在是八十多岁吧 八十多岁 他现在还在 昨前天我听到他讲《闲光庄论》 前两天讲完了《窍诀宝藏论》 我们学院里面的 好像那些堪布 八十七岁还是多少 他也是在前一段时间 一直讲课 我听到他的录音 确实一直引用很多很多的教证 他们现在不用特意地背 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 一直背过这些很多很多的 顺口就拿一个教证 那一般来讲 接近九十岁的人 拿这个很困难的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有些道友 听课一两年就消失了 我在这边 这是有经验的 这个人应该很不错的 可能他还要再继续 在这里六七年 继续听课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比如说去年我们在这里 讲课班有好多成绩比较不错的 今天都消失了 没有了 不知道怎么样 我都想过一段时间 拿着一个棍棒 每一个都在家里去找 就有点可惜 因为分别量很重 所以自己中间不愿意听 不愿意再学 因为讲考 考试这些有压力 所以中间就做了 这是不严重 然后第二个说 闻思这样学习的过程当中 自己所得到的法要 就是无有任何条件的 无有贪著财产的 然后尽心尽量地传给其他的有缘众生 为了传授佛法 说实在不要有任何厌倦心 即使你再辛苦 即使再痛苦的话 那么应该去 我们学院当中现在 好像汉族里面的法师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 到目前为止 不是在藏族这边 确实是法王如意宝培养出来的 现在他们有个别的法师 为了传法 有些是骑摩托车 有些是骑自行车 很不好的地方 有些起码到哪里去 偏偏的地方去传法 不过藏地的习惯跟汉地不同 汉地好像没有人请传法的 最多是大瓜 酸鸣 这些多一点 本来人很多 按理来讲 这个法师请我到这边来讲三天课 讲十天课 应该请法师 这个很重要的 但汉地好像习惯上 习惯很不好的 造业方面 造很多人来帮我们造业 造恶业方面 有请别人的一种传统 但行持善法方面 好像在我面前都是没有听说过 那一个说 你们这个学院里面的这个法师 可不可以到我这边来 这个寺院里面讲十天的课 讲八天的课 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也是尽量地想办法 然后我们这里 直接退出去的这些人 有时候法师也是很可怜的 我们这里要求让你出去传法 然后他到那里以后 就像是阿底峡尊者 刚开始来到藏地一样 他到那里最后找不到弟子 也有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跟传统和历史有关系 但以后希望 很多人应该求法 求法之后 我们不是为供养 不是为财富 在这里也讲到 无有人无心 人无心是什么呢 我这次出去传法的话 可能我的名声应该有所挣扎 你看很多人都知道我了 我这次出去的话 会不会这些人 有一些大老板 会不会给我供养 那供养的话就更好了 我还是可以自己多享受 那这样的心态 你不如不要去了 这个传法的意乐不清净 这样的话 你不是传法 卖法 当买卖品 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二弟菩萨都是不会有染无心 这没有染无心也没有什么 那天有个堪布说 你们学院里面有几个法师 对学院很认真的负责 但是这也没有什么稀有的 应该这样的 因为你们都是法王的弟子 后来自证罗诸堪布有点不高兴 你不仅仅说 我们是法王的弟子 你们也应该有责任 所以阿地菩萨也没有什么 他无有染无心是正常的 一般凡夫人都是没有染无心 出去传法的人比较多 下面第二个说 这个也有两种 第一个 应该现在是第三地菩萨 刚才可能说 第三地菩萨他承受各种各样的痛苦 而且他修行发愿 将来自己度化众生的刹土 现在都是尽以调逸 进行清净 我们发愿 比如说以前法障比丘在因地的时候发愿 然后他创造未来的极乐世界一样 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发愿 通过回向 通过修行 将来把自己所化的刹土的七世界 像极乐世界一样变成清净 那么刹土的有情世界 也是像极乐世界的众生一样 让他们得以清净 也是第三地菩萨的时候 他有这样的发愿 当然这一点我们现在可能完全有 清净刹土的行为和能力确实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发愿 我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的一切得到功德圆满之后 我也可以继续不断地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的时候 我肯定有创造我的世界 创造我的清净刹土 我们现在只有可能这样来发愿 第二个是 善地菩萨实际上他摄受眷属的过程当中 他根本不会对眷属的邪性 产生厌倦之心 这一点很重要的 我们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弘法的过程 发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退失信心 历史上也是 舍利子当时布施的时候 因为他布施身体 用右手断了左手给的话 别人不高兴 退失信心 历史上也有这样的 当时阅公论是阿亚德瓦 阿亚德瓦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人要 他身体布施 要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给了以后他自己马上放在石头上 把他砸了当时阿亚德瓦心里面很伤心 他自己也没有用 我的眼睛一直都是给了他 那他自己也没有用 这样多可惜啊 他心里很伤心 那个时候他要另外一只眼睛 那个时候阿亚德瓦他没有给 当天后来好像怎么样 对 当天他就拒绝了 你看你自己都不用了 你自己如果用上的话可以 但是我的眼珠给了你的 你就马上把它砸碎了 太可惜了 本来如果你要用得上的话 我还有一只眼睛给你的 但你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都不给你了 他好像当时是推信心 觉得众生很难以度化 所以我们在度化的过程当中 包括有些 不管是任何的负责人 啊 否则人可能下面也有听话 不听话的 有些法师下面也有听话 不听话 有些僧子经常 你天天用你最深的法传给他 但是他无缘无故地 诽谤你 说你的过失 但这种末法时代的时候 这叫做眷属的邪性 眷属的邪性很难以认识 当然到了第三地菩萨的时候 他也需要安忍眷属的邪性的话 我们更不用说了 所以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了 我们如果要护持眷属 或者摄受弟子的时候 你这个菩萨的心力 一定要很坚强的 如果不坚强的话 他就受不了了 有些上师 他就暂时给别人传法 结果下面很乱 很复杂的时候 实在是没办法了 就开始退失了 有这种情况 所以以后我们要弘扬佛法的时候 你首先应该有一种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是什么呢 就像在佛教里面经常讲 安忍像大海一样的 大海也许在上面 波纹上有一点点 但是它底下是很平静的 不会有变动的 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善知识 也许在它的负面 它的现象上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不高兴 一会儿可能有一点 但是整个它的心态 像大海一样 不会有大的变化 这个是有很多的经论里面有这个比喻 大海的比喻是什么呢 表面上可能有一种欺负不定的 这个是我们很多 包括一些特别工人的 了不起的这些大德 有时候遇到外境 有些遇到弟子的一些邪性的时候 表面上可能显现一些 包括上师如意宝 在色素弟子的过程当中 原来八七年 八八年还是八九年 在这个时候 有一次中国高级佛学院 请上师如意宝到那里去 讲定戒宝藏论 然后法王准备去 准备去的时候 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个叫戈多堪布 他现在已经圆寂了 然后他就开始 他有时候显现是 好像对上师面前都很不恭敬的 他说 你如果走劳的话 我们这个学院也散了 我也准备不待在这里 我也准备到 下面当时有邱教堪布的眷属 我也到邱教堪布那里去了 这样我们都散了 每天都是跑到汉地去 有什么 当天法王如意宝写了一个 现在他作品里面有 写了一个歌 写了一个道歌 这里面说很多有些弟子的写信是怎么样啊 当时上师显现特别不高兴 我们也特别害怕 下面都是特别害怕 但是我后来想 从整体上 法王也后来好像对特别关心 刚多堪布也经常说开玩笑 是这样的 所以说 从整体上像大海一样 他的整个心态不会有变化的 但是在显现上我们这个覆面 大海的面上面可能有一些波纹 这也是一些菩萨的 善巧方便方法吧 总的来讲不会厌倦 眷属的各种各样的邪行 这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以后 如果你不发心就临当别论 如果你要想做一点事情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 并不是极乐世界 包括我们五个人一起发心 三个人一起发心 你不一定 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你看得上 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 那天我们去美国讲课 讲课的时候 当时找了不同的三个翻译 一个人好像我讲的过程当中 他下面讲得特别特别广 我觉得他好像讲得太广了 有点不是很满意的 第二个人他讲得有点劣了 我给他也说了 好像你有点劣了 能不能再加一点 我们又找了第三个因缘 第三个人他自己也说有些东西翻译不过来 下面的人觉得他翻译得听不懂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真理族也听不懂 他显得有点不是很灵活 后来我想找了三个人 一个太广了 一个太虐了 一个翻译不出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遇到三个人 不一定是对我 其实他们都很了不起 这些不是说他们翻译得不好 但是说实在 我们遇到任何人的时候 你会完全适合你的心态的话 在这个世间当中是 我想极乐世界的时候可能不会这样的 人人所做的事情都会很满意的 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不一定 但大家还是应该有一种忍耐 有一种坚强的心 任何事情都会圆满的 这是讲到了 这里大家要知道 在三地菩萨的时候也有眷属的邪性 这个时候也需要安忍的话 那我们更不用说了 这也是大家应该有一种鼓励心吧 第三个叫做来愿人 既有缠有亏 无中无浊心 也就是说 这里有缠有亏 实际上是以自己为理由 对佛法为理由 有缠有缠 然后以世间和他人为理由 有亏心 只要有惭愧的话 实际上它是一种善的心所 无产无亏的话 它是一个随烦恼的心所 因此现在这个世间当中 无产无亏的人特别特别多 这是确实不好的 因此作为佛教徒 修行人需要惭愧心 有惭愧心 自己不知这个惭愧的话 那其他功德就更不用什么说了 这个很重要的 这也是一种安忍 这以上通过这样的五种 刚才前面讲了五种法 这五种法实际上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必行不可得 当之明修之一样 也不要有执著 不可得的方式来了知 这是讲到第三地 第四地 刚才第三地是发光地 第四地是烟灰地 这个也实际上是由十种法来说明 它的本体跟前面的其他地一样的 然后分类的话 第四地有 佩价精精 还有舍山精精 利他精精有三个 那么首先是第一个 毕他精精 诸灵少于诸 度多振履义 讲 总共有四个法 首先第一个 到了第四地菩萨的功德 跟其他的功德有点不同的 这种菩萨自然而然 他会特别喜欢寂静地方 然后他就发愿 他心里面披上铠甲 一定要去安住在特别寂静的地方 然后在那里精进地修行 就是精进地修行 因为到了第四地菩萨的时候 也需要一直寂静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得太大了 我在城市里面也没有什么差别 我在任何不好的环境当中 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种说法当然是境界比较高的 像四地菩萨以上应该藏得上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确实你刚开始的时候 说是寂静和不寂静 对我来讲是一样的 说大话的时候是这样的 但后来慢慢你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你的身心会有影响它 我都为什么经常在大城市里面 好像一方面不舒服 一方面自己的善心 一直提升不起来 还是到寂静的地方 或者是学院很舒服的 所以说到四地菩萨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殊的欢喜心 经常住于寂静的地方 除了度化众生和一些特殊的情况以外 他特别愿意住在森林 住在山雅 住在一些非常寂静的地方修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少欲 少欲的话对此菊方面 没有过多的要求 现在有些人因为欲望很大吧 有一个人现在光是那个鞋 他鞋子有两千七百双 有一个人 所以一个人两千七百双 你们想一想 还是他是怎么样用的 是一个人有两千七百双 但是第四地菩萨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对没有得到的财物 利养就无所谓的 不会 他很希求的 欲望很少的 现在社会上的人其实欲望很大的 需要这个 需要另一个 比如说有一栋房子觉得不行 还要两栋房子 有两栋房子还要不行 到别的国家 可能我在中国 各大城市有几栋房子还不行 应该到加拿大 加拿大有了还是不行的 应该是到别的一些国家等等 这种欲望越来越大 其实我们人生很短暂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所享受的 应该是后人 或者其他人共享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他是有自主性 尽管他得到的 很微不足道的一些财富 但是心里面有满足性 其实有些人真的 哪怕是得到一点点 比如说你今天吃饭 什么样的都还是满足 很开心的 你穿的衣服什么样的话 都很开心的 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他不会挑剔 不会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你这样做也不行 这样也不好吃 你这样烟磨多了也不行 花架多了也不行 你应该在那里面 就很挑剔 这样的话 其实没有自主性 有自主性的话 随便对肉身 对有肉的出皮囊 怎么样 如果你给他没有灌什么东西 可能不行的 你灌一点东西的话 只要是不损害它 不刺激它的话 都还是可以的 有一种这样的满足性 其实很重要的 只是一个 第四个就是讲《十二个偷偷心》 她有这样的真正的女意 来守护自己的相续 她《十二个偷偷心》 实际上在小乘戒律里面 包括她的住处 树下柱 露天柱 有几个 然后她的衣服 善意 焚烧意等等 然后食物 一日一禅 依次受用等等 还有她做处 随意而住等等 这些总共有十二个 行咒作物有十二个行为 那么这些行为 完全是没有过多的要求 特别简单的一种行为 这也是作为第四第菩萨来讲 也是行持的 我们现在可能真正行持十二偷偷 出家人都不行 你们在家人更不用说 但是有些在家人 也特别喜欢做十二偷偷心 包括我们有时候出去 那天我们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 有些道友就是在河边坐禅 这也是可能偷偷心随地而住 随地而住 专门有一种断正而住 随地而住 偷偷心里面有这样的 遇到河边也是坐在那里 遇到树下也坐在那里 这也是一种前世的习气 也许是四第菩萨也不知道 下面是摄受善法的精进 这个是不摄诸学处 何言诸欲乐 这个第四第菩萨 他不会摄出 我们应该修行的善学当中的 任何一个善法的学处 就是戒定慧 戒定慧是 其实菩萨应该必须要行持的 戒定慧善学 任何学处都是他不会舍弃的 不像有些人要戒律舍了 禅定舍了 智慧舍了 我这个不用 我们现在凡夫人 有些对戒律没有兴趣 有些对禅定没有兴趣 有些对智慧没有兴趣 但是到这个时候不会这样的 他不会舍弃这些戒定慧善学的 然后对世间的一些愚妙 色 香 味 畜等等 这些外面的愚乐 这些非常厌倦 厌合 他根本不太喜欢 不像我们一样的 我们对佛法的一些空性方面 大悲方面 深深的境界一讲的时候 大家都要么大瞌睡 要么没有兴趣 然后世间的一些娱乐 大家都很开心 比如说我在这里讲相关专门 不一定很开心 如果我这里唱歌 跳舞 我在这里搞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啊 大家都也不会打瞌睡 啊 怎么样 这也是凡夫人对愚妙 很感兴趣的 而菩萨所谓的世间的愚妙 他觉得这些是如梦如幻一样的 完全跟彩虹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性质 因此他会寻找更深的一些道理 他会寻找真正事物的真相 在这个时候在他眼前 从他的价值观上面 根本没有什么可值得贪著的 这就是作为菩萨 也就是说第四地菩萨 他会核持世间的一切愚妙 当然我们有些可能不是十地菩萨 但说实在 有些修行人对世间的愚妙 本来没有很大的兴趣 甚至有些可能是 前世修行的原因吧 从即生当中 无论你是在家人 出家人 他的行为很容易调整的 好像对善法方面 自然而然有一种欢喜心 然后对恶法方面 自然而然都是不太欢喜 这是极少数 极少数有没有呢 确实也是有 我认识的很多的 包括出家人和在家人当中 都好像一提起这种世间法的时候 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 然后一提起这种出世间的解脱方面 它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心 这也是一种可以说 在这里面讲的是 《何言诸娱乐》 这是刚才《经经》里面的第二个经经 第三个经经就是利他经经 利他经经击灭舍中无 不缺无故灭 这里讲到四个 他有利他经经 有究竟的利他和暂时的利他 究竟的利他什么呢 让自己和其他的众生真正安置于 无常的佛菩萨的击灭果位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痛苦完全都已经灭完了 这也是很好的 有些人说 你们四地里面不是有一个叫做灭顶吗 最好不要灭吧 灭的话我都很害怕的 其实这种不用担心 所谓的灭不是你整个地球灭了 人类灭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有些人把苦极灭道里面的灭就特别害怕 这也是不知道到底灭顶里面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 你不懂的时候 光是你字面上 这个灭的话好可怕 真的灭了吗 不用这样 所以在这里寂静 寂灭 这是他最永久的快乐 就是要获得寂灭 然后暂时的快乐的话 我们自己和他人 尤其是自己所拥有的财产 财物这些都是赦给众生 这个是暂时的利他 当然我们财务布施是暂时的利他 法布施是永久的利他 可以这么讲 然后刚才里面不缺的话 你这样暂时和究竟利他的过程当中 虽然会遇到一些违缘 痛苦 或者别人对你的不理解 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 可能在座的有些出家人 他们学习大乘佛教的时候 家庭不理解 然后亲朋好友不理解 好多人都是不理解 原来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算了一下 当时我周围的亲戚里面 支持我的有两个人 然后不支持我的人 有十八个人 所以没办法 最后我就听两个人 这十八个人 我那天算了一下 这十八个人 一般都死完了 只剩下九个人 这是我的亲戚里面的 所以在利他的过程当中 别人的不理解也好 别人的反对也好 不确诺 有些该争取的 该做的事情 你不能太缺弱 太缺弱的话 什么事情都不成 有些是听恶友 听亲友 最后自己的修行都不成 最后不得不跟着他们了 最后一个就是说 在做利他的过程当中不顾自己 也就是说 完全是一种无私的风险 其实这是菩萨的 最大的一种风险吧 菩萨确实利他的时候 不顾及自己 我想有些道友也经常 不管是在发心也好 不管是在做什么事情的过程当中 都不顾自己的身体 都不顾自己的一切利益 其实对身体都是 就像《四百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还是需要保护 为了解脱需要保护 但是我们对别人 不成熟的建议 别人对我修持菩提道的一些阻碍 我们尽量去 不要管它 所以说 修行这样的方法也很重要 下面讲第五地的修持 五地叫男生地 本体跟前面一样 它的分类 几率的分支和几率的本体两个方面 几率的分支 远离生困恼和远离心分贝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 身体要远离散乱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秦始即迁家 称为违扎处 这里面讲三个法 本来这个 总共有十种法法 这个十种法的颂词 实际上它后面有一个否定词 这个跟前面有点不同的 前面的解释方法有些很多都是肯定的语气 这里最后有一个叫做 远离此时是真的第五地 远离这两个字实际上是 前面的十种法都要加上一种远离 比如说远离亲友 远离自己生嫉妒心的家庭 还要远离嘈杂 为杂的散乱的地方 每一个加上远离的话 颂词上面好解释 那么首先第一个 所谓的情世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断绝贪心的根源 因为无论是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其实我们亲戚朋友 对我们真正的修行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和痛苦 所以在这里讲 五地菩萨他会不会有 还有亲朋好友不让他出家 不让他修行有没有呢 根本上是他在第一地的时候已经断络 但在这里他以功德增上的方式来应该存在的 所以说他有些功德并不是 五地才断除远离亲卷了 也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但五地的时候 一般来讲完全会断掉 到六地的时候 不会有亲友的干扰 所以说第一个 他就远离了 完全断绝了亲友方面的这样的缠绕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对一些容易产生嗔恨性的根源 比如说为了一个施主 有很多教徒开始争论 比如说这是我的施主 别人已经对他非常好的话 我就是显得不高兴 这样到了五地菩萨的时候 也绝对不会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 他这里对施主难以割舍的一些执著的 这样的贪执也没有 他是因为嗔恨的根源 他也是怨敌的一种根源 所以说我们讲佛字心的时候 也是说对施主的贪执断绝 实际上第五地菩萨的时候 不会有这样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众人聚聚成为散乱的 像都市成为一些现在所谓的 购物的一些非法场合等等 这些地方作为五地菩萨 他会远离的 所以他禅定的前面的质分 条件的话 一个是远离家庭 远离远地 远离嘈杂 复杂的环境 这三个实际上是身体要远离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看得出来 五地菩萨的身体也需要远离亲友 远离敌人 远离故乡 或者说远离非常复杂的城镇 喧闹的地方 因此有些修行人你自己认为 自己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 有些刚刚出完家之后 暂时你还是好好闻思 噢 不行 我还是要回去 我还是在灰气带着 跟学院里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而且我还灰气带着 在电脑上看上师更清楚 所以我还是会去听听课吧 这样之后 过了两天以后 电脑上也没有看到 然后后来自己的戒律 行为 很多方面都是出现违缘了 最后都是无可救药 有很多人也有这样的 所以凡夫人来讲 确实是环境和你周围的眷属 对你起很大的影响 一定要值得注意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这种菩萨要远离心的一些分别 远离什么样的心的分别呢 要断除对自我的赞叹 和对他人的诽谤 第一个是对自己方面 自己和自己有关方面喜欢赞叹的 这样的分别念要断除 本来是赞叹和诋毁 从语言上面讲的 但是在这里科判上主要是从心上面讲 那么第五地菩萨他就完全远离了 赞叹自己的心 没有的 我们很多凡夫人 说两句就赞叹自己 那天我跟一个老师谈话 我说你百分之七 八十都是赞叹你自己的 我都很累了 有些人就一会儿赞叹自己 从方方面面赞叹自己 一会儿说我长得很好 一会儿说我口才很好 一会儿我家里如何如何 就没有问自己的事情 我以前是怎么样的 我以前很成功的 如何如何 我也没有问你以前干什么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断除想诽谤他人的 一般来讲 凡夫人很容易看别人的过失 诽谤他人 他人的功德不接受 这样的心态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平时修行当中 也要观察这个 下面讲净律的本体 我们平时讲分三种净律 凡夫心净律 还有三世细律 还有一分别净律 首先凡夫心净律 一般来讲 我们摄解四五摄的禅定 叫凡夫心净律 颂词当中 十不善也道 每一个都前面要断除或者远离 这个我刚才也讲了 断除十不善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 完全根本上断除了十不善道 当然是五地菩萨 绝对会有这种功德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断除十不善也的话 将来就是五地菩萨修制的一种因缘吧 本来第一地菩萨的时候边际的烦恼和所知障都没有的话 更不用说的 但在这个时候 功德增上的方式应该均入 而且他在那个时候 以殊胜道的方式 殊胜道的话 他完全断完了以后 他的功德增上的部分还存在 可以这么讲 这个主要是讲机制方面的 断除了十不善也这样的 具有机制或者等持 第二个是如来欢喜的几律 也就是善事欢喜律 那么颂词当中将断除叫满与颠倒 也就是说 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 这样的傲慢 卧执的心态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常经就是卧乐的 也可以说是长路卧经的 这样的颠倒 这个颠倒 当然我刚才讲的一样 本身一地菩萨的时候也会断掉 但这里的时候更细致的 在五地菩萨的时候 完全都是常乐无尽的习气 这些都是断掉 所以从这个上面 从智慧方面讲的 前面是圣观方面讲的 那么断除欧慢和断除颠倒 从智慧方面讲的话 那这种禅定实际上是 智慧和方便双语 也就是说 诸佛非常欢喜是什么呢 诸佛应该非常欢喜 断除我慢的 断除颠倒心 因为他断除我慢 断除颠倒心的话 完全通达万法的本性 然后第三个 一分别的经语 有两个 一个是恶悔人烦恼 远离此事时 争得第五地 首先第一个 断除恶悔 指的是邪见 也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 各种各样的因果不存在 从粗大方面来讲 因果不存在 轮回不存在等等 细微方面来讲 凡是对事物的真相 没有正面的见解 颠倒的见解主叫做邪见 所以到无敌的时候 他就完全断掉恶悔 邪见 邪智慧已经断完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断除忍受烦恼 忍受烦恼是什么呢 凡夫人经常忍受烦恼 菩萨对烦恼面前不忍的 我们凡夫人相续当中生起贪心 也是忍着他 让他生起 嗔恨心也忍着他 让他生起 愚痴也生起 傲慢 嫉妒 任何根本烦恼和随烦恼生的时候 好像我觉得 我忍受得很不错一样 让他随意地生起 就像有些家庭 不会管孩子的话 孩子怎么调皮也是 他旁边一直笑着 不管他一样的 但是作为菩萨 他对烦恼的忍受 不会忍的 你必须断除 烦恼一生起来的时候 当下立即耕出 所以到五地菩萨的时候 他会断除忍烦恼 《入菩萨训论》当中也讲了嘛 烦恼无始以来都害我无数次了 所以现在就不能忍了 因此作为菩萨 他确实也是有这个能力 抵抗烦恼的能力 反对 根除烦恼的能力 可是我们凡夫人有时候是对烦恼作战 让他失败 但有时候烦恼面前就投降 也没办法 这种情况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断除人烦恼的分别 这中共我们前面讲到这十法 要断除上面所讲到的十法 这样之后真正是得到第五对菩萨 真得第五对的话 你看这里他讲的是修制 昨天不是论里面讲的是 未得得要将来得到修制 佛经里面讲的话 已经得到的继续增长 所以按照作者的五巴佛佛 他就说 未得得也可以 义得增长也可以 这两方面的解释 好像第一地和第五地的时候 都看了所谓的修制 还没有得到的 让他能得到 有这么一个意思 从字面上看的话 远离此时是真的第五地的话 好像远离了这十个法以后 才得到第五地 那这样从字面上看 第五地菩萨 第四地菩萨的时候 好像施菩萨也还没有断除 然后邪见还没有断除 常乐无极还没有断除 从表面上看来这样的 但实际上 解释《现观传论》的意义的时候 不是这样理解的 它只是一个部分的 它是一些习气方面 或者它的一些种子方面来这样耳利 实际上他得一地菩萨的时候 都已经断除了 这些畜大的十不善业等等 不管怎么样 我们行持善法的时候 自己也观察自己 自己到底是第一地 还是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自己也可以观察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词词 说要痛心的我 只有十五地坏 三地坏 三地坏 是属希协仓制民 当法师对此美国 those are 三地坏 四地坏 四地坏 这里 三地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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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地坏 三地坏 七地坏 三地坏 但真正很释词 三地坏 三地坏 是居度 中文词 三地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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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